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比试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玩交友软体遇到忽冷忽乐的对象 该如何判断它是否有好感 踏入交友软体的世界总是满怀粉红幻想 恋爱的期待吗 其实你划了很久之后呢 便会发现说,开始遇到各种猎奇的人 然后忽冷忽乐的回应 或是被那个残酷的配对机制给疫苗打回现实 到底该如何判断对方是否是真心的想认识呢 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个主题 那这个主题呢,是个网友投稿的 他说他玩交友软体,玩得心很累 到底该怎么判断对方到底是不是真心的想认识 还是说只是想约批 还说只是吊着他而已 那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要来介绍一间位于善导寺捷运站周遭的饺子店 叫做有间饺子馆 有呢,是有没有的有间,是尖饺的间 有间饺子馆呢,目前在大台北地区有四间的分店 今天介绍的这间是位于杭州南路上的 那这间店呢,他其实只要在用餐时间 大部分的选择都是大排队 可能附近有很多那种商业办公室啊 或是政府机关 所以他只要是一到用餐时间 又就要大排队,不管是内用还是外带 所以他店家在Google上面评价就是很两极 大部分人就说什么等餐等很久啊 上来都冷掉啦 外带也等超久啊 或者说他睡觉还好啊都冷掉什么这些 跟你回家自己煎是一样的 就是在Google上面评价是比较两极一点 但我个人这一次去吃刚好遇到算是下午的时段 但是刚好很多上班族可能分批分流去用餐 所以也是排了一下队 但我点的是尖饺,他尖饺的确是现尖的 因为上来还乐腾腾 我点就是他们家,算是主打吧 因为其他就是连锁的煎饺店或水饺店没有这一款 叫做焦麻煎饺 焦麻煎饺呢顾名思义就是 它就是应该是焦麻的口味 我对它期待很高 蹲上来之后咬一口 它的确很juicy 就是咬下去之后想到那个的确有点香香的 但没有焦也没有麻 或者说我本身吃这种口味啦 它本身的的确有点辣椒味 但是有点 我是感受不到麻辣说actually 我也感受不到辣啦 但我根本觉得是没拍加 因为它的很juicy的咬下去之后的确会爆香 但如果你就是跟我一样 怀抱着说我要吃了个麻辣锅一样的那个汤汁 在水饺里面的话 或是煎饺里面的话 你可能得不到那样的滋味 但以特别度来说的确是别煎 我没有吃过所谓的焦麻煎饺 而且他们家的就是煎饺呢 下面有所谓的冰花 所谓的冰花煎饺 就是它那个下面的煎饼会有一整片 然后可能像是结晶的冰一样 但actually它是一个造型而已 吃起来我觉得是蛮特别 但它水饺我没有吃 所以我不便评论 但以煎饺来说 至少它煎的口味的肉跟那个面皮的口感呢 是还行的 就是如果你偶尔吃一次 你会觉得哦还行 而且它大小不如那种什么八方或是四海幽容 是比较长条形 它是属于比较圆形 但它露比较一团 比较扎实一点 那就看口感各异 就是你喜不喜欢 可以尝尝些 那你再去判断说你 你是不是你喜欢的口味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蛮两级的水饺跟煎饺 有些有人喜欢吃薄皮的 有些人喜欢厚皮的 所以不妨可以试试看咯 好啦那这间叫做有煎饺子馆的相关资讯呢 放到IG 其实你应该我有拍影片 大家可以去搜寻看起来跟追踪起来啦 好啦回到今天的主题 玩家软体 遇到忽冷忽乐的对象 你该怎么判断它是否有好感呢 第一点就是找到聊天讯息的回应基准线 这一点我之前有聊过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跟这人在聊天 他的那个聊天的速度跟频率 是你问一句他会回去 还是说你问一句 他可能要等个一两个小时 他才会回应你 借此你可以判断说 哦原来这个就是大概 他回应的速度的基准线 就他可能就是有问有答 大概十分钟 那会回应你讯息 或是他是属于半天才回一次 那应对到不同的聊天对象 就会有截然不同的评判标准 你不能够一直以同样的标准 在衡量每一个不同的对象 因为有些人就是 他工作的属性 就是可以描度描回 但有些人就是 他可能在进什么实验室 或他的工作就不能够用手机 那你就不能用同一个标准 去评判说 那个人他回应你的速度当层次 他对你是否有好感的依据 你得花一点时间 跟对方实际的聊天互动 那观察他回应的频率 跟他习惯聊天的速度 大概多久回一次 或是他回应的内容字数 有些人就是他就神话一歌 神话一解 就你问什么 他都回你两个字 或是他回应你 就是五个字以内的回答 那如果有些人 他就是反过来 他是聊天 就是他会那种长篇大论 但是有一天你发现说 他回应的字数 开始都回你两个字 两个字 两个字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聊天基准线 回应基准线 你就可以知道说 他可能开始变冷淡了 但如果他原本都是两个字 两个字 但他有一天变得 就是字数越来越多 你就发现说 他即便之前是字数不多 但他现在字数增加了 表示是前进的 而不是越聊越冷淡的 或者是有些人会去评判说 他是会主动开话题吗 你以前跟他聊天 你发现说 他就是会主动开话题的人 但是最近发现说 他都不会主动开话题 都是你要去主动瞧他 才会回你 但他也是会回哦 但变成是说 他不会主动丢讯息 或丢一些资讯给你了 这些就是说 你还先去找到 这个人的回应基准线 跟他的聊天基准线 这样才能够判断说 这个人到底对你是有意思 还是逐渐变冷淡的 这才比较准确 你不可以用你 一直面对你朋友的那个心态 因为你朋友可能对你 都是很热情 或是聊天字数很多 或是他会主动开话题 那你拿你对你朋友的 那一套就是逻辑 放到教软体上面去认识人 你可能就会受挫 这是第一点 找到聊天回应的基准线 接下来第二点关于说 玩教软体遇到忽冷忽乐的对象 该如何判定 他是否对你有好感呢 就是二 说出你真实内心的想法 看他的反应 这一点呢 有个前提 就是你们必须是 有一定的互动基础 不要说才聊个一两天 就是还不是这么的认识的状况下 就去问或去讲 而是你要大概已经聊个一两个月 或是已经聊好几个礼拜 那这个状况 但是你就卡在一个 就是暧昧不明 那你也感觉说 他怎么有时候感觉很热情 有时候又很冷淡 遇到一个就是让你觉得回应忽冷忽乐的对象呢 与其你内心纠结到死 总是你发讯息之后 你会傻傻盯着那个手机萤幕说 他到底什么时候会有讯息 他今天是会很快回 还是今天可能又等一天 他又没理我了 就你内心会扬起很多的自我质疑 或是疑惑说 这个人到底在忙吗 还是说他就是不想理我 对 但这个状况如果认识一段时间呢 就我刚刚讲的至少两三个礼拜以上 但是而且你们是密切每天在联络的话 那你就遇到说 他为什么偶尔还是会断联个一两天 才会有讯息 那偶尔又是整天就在那边跟你问好 跟你打屁聊天 这时候的冷乐的互动 你就觉得说你抓不清 他到底是对你有意思 还是说他只是把你当朋友 那这时候你不妨就可以直求 或是直白的询问他说 诶你的这个热情跟冷漠 我真的有点抓不透 你到底你的个性是如何 或是你的回应速度 是因为你比较忙吗 还是说你可能就是最近可能 对于聊天这件事情 没有这么大的热忱 把握一个原则 就是掌握正向 不要批评的大原则 你只是告诉他你的想法 那你不要去批评他 说你怎么都没回我讯息 而是你是说 你没回我讯息 我会有点担心 或是你是不是真的很忙 你可以很忙的时候 跟我讲一声 我就不会在意说 你到底有没有回 那表达说 你不喜欢忽冷忽冷的互动模式 如果你很在意的话 前提是你很在意 有一件就是你自己本身也是那种 不是很喜欢回讯息的人 那你当然就不用去问 我现在这一题就是卡在说 你是很在意别人 有没有回你讯息 因为你单方面很在意对方 回你讯息的速度跟他的内容 那如果你真的很纠结的话 不妨你就告诉他说 我很像对于你的回音速度 有一点就是好奇 想说你是不是真的很忙 还说你最近可能就是 在聊天这件事情 你不是这么大的热忱 那也OK 只是说千万不要怀抱着那种批评的口吻 再质问他 你的角度应该是说 我会担心 或者说我不确定说 我是不是会打扰到你 或是我可能误会你 你可能工作很忙 是用这种贴心的角度去切入 基本上就不会造成太多的反感 甚至他会觉得说 你这个直白很真诚 感觉会对你另眼相看 而这又是第二点 直接的说出你内心的想法 然后看他的反应为何 他如果是很真相 说没有啦 没有啦 我可能最近比较忙 或者他说没有啊 我又很正常回应你啊 但是他的那个回应速度 依旧是保持那种忽冷忽热的话 那你就可以做个判断 接下来第三点关于说 玩家软体遇到忽冷忽热的对象 该如何判断 他是否对你有好感呢 就是三 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而是要看他的作为 滑轿软体呢 你明明这是没见几次面 甚至有些人是连面都还没见到 你就会陷入那种 患得患失的文字讯息往来的纠结 会有这个状况呢 就是你太相信对方 传出来的每一个字句 跟他说的甜言蜜语 很多人就是在聊天的时候 很爱撩人 会他会释出很多的暧昧讯息 或是释出善意 说我觉得你很漂亮啊 我觉得你就是很正啊 我觉得你个性很好啊 你人不错啊 你就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啊 就讲这种话 那这时候呢 你根本连面都还没见 你根本还不知道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真的人 或是你们可能见过几次面 但是你可能了解的还很表层 你还不确定他说 这个形象是不是装出来的 这个状态之下呢 你就是对于他释出的那些善意 跟暧昧讯息 你可能就会很往心里去 说他就是说我很漂亮啊 他就是说我是他的菜啊 我的个性很像很好啊 他都会跟我聊天啊 但你可能相信了他讲出来的话 但他的实际作为 重点来了 他口口声声可能说 我很在意你啊 我很重视你这个人啊 所以你看我都会陪你聊天啊 但他回应速度要回不回 半天回一次 或是一两天才回你一次 但他出现的时候会非常热情 然后庄庄没事 或是说没有啊 前几天比较忙 所以就是比较没办法回你讯息 但是你看到一个人 他就是消失个一两天 才出现你回你讯息 除非他是超级天王或天后 他才会忙到 没有办法拿出手机回你讯息 不然一般人如你我 我们即便上班再忙 你去上厕所的时候 也是可以回个贴图的 也是可以回个OK的吧 你懂吗 这些事情就是这么的简单 所以他如果出一张嘴 说很喜欢你 很在乎你 但他的实际作为 就是背道而驰的话 他就是单纯爱撩人而已 你千万不要当真 而这是第三点 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而是要看他的作为 接下来第四点 关于说 玩家软体遇到忽冷忽乐的对象 你该如何判断呢 就是 如果你选择放弃眼前这个人 就是已经受够了这种 你知道纠结 然后患得患失 然后忽冷忽乐 你就决定说 就是先放掉好了 在放弃之前 你可以先淡出 这个讯息几天 方间很多恋爱达人 很喜欢就是教女生 或是也会教男生 就是忽冷忽乐 这道问题应该如何解呢 如果不信的 你是那个晕船方 你不妨呢 可以就是确定 我觉得这个人 我今天已经受够了 就是他到底想怎么样 一下子很乐情 一下又会突然消失个几天 那你受够了他这个状态 你想要放弃了 不妨他就会教你说 先装冷淡 先淡出这个讯息 就是把他放着 他之前放你两三天 你就放他两三天 就对应的 有点镜像理论 他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他 来观察对方这个人 他是否有变积极 他是否从被动的作为 改成开始主动 会问你说 你怎么消失了 或者开始会虚幻问暖 角色开始有点颠倒过来了 那他们的恋爱达人的立论点 就在于说 人就是犯贱 因为他知道说你很热情 你刚开始原本对他就是 你知道 秒读秒回 然后他问你什么事情都秒答 他约你都有空 那这时候他就会觉得说 你这个人已经上钩了 所以我就不用太花 很多心思在你身上 但如果反过来 你今天就是感觉 让他觉得 到时候的鸭子要跑掉了 他就会害怕说 我花这么多时间 然后现在怎么你突然要 感觉有点淡出我的生活 开始不是这么在意我了 你的目光不是在我身上了 人就是这种犯贱的性格 他就觉得我前面 花了一点时间成本 那现在怎么 突然很像要失去你了 那这时候他就会 用所谓的危机意识扬起 就会觉得说 不行我竟然都已经花了这么多的努力 那现在即便我不是这么喜欢你 我本来对你没有这么大的喜爱 但就突然间他就扬起你了 说不行我不能失去 我不能够让别人抢走 我不能让你溜走 这种心态 人就是这样 所以呢当你就开始变冷漠的时候 如果他对你是有点好感的时候 他就开始担心说 怎么突然就是不来联系我 你本来不是都会很热情的人来问我 跟我问你问题的时候 你都会秒读秒回 但现在怎么突然你变成半天才回一次 那他如果对你是有好感 跟是认真的话 他就反过来变得比较急于主动 但反过来说 如果你都已经变冷 但甚至你有点故意 刻意淡出他的这个 然后互动模式的时候呢 他也依旧 就维持他那个忽冷忽热的状态 也没有想要继续的 诶 主动开话题也好 或者问你说 诶你怎么这么久没回 他也当没这回事的话 那表示说 你对他可能没那么重要 他没那么喜欢你 那刚好也是做个测试 所以很多人都说 你在放弃之前 就是不妨可以 就变成是你自己忽冷忽热几天 看他的状态 那这也可以做个评断 这第四点 接下来第五点 关于说 玩家软体遇到忽冷忽热的对象 你该如何判断 他是否对你有好感呢 就是五 不纠结于言行不一的对象 延续前面的这几点呢 如果你走到这一点 你就判断出来说 这个人讲话 就是讲的跟做的是两回事 聊天互动好一阵子 不管你就是 怎样明示暗示 甚至刚刚讲的 你就是稍微有点直求对决 你都已经有点小 就是表白说 你有点喜欢他 但是为什么他 就是总是忽冷忽冷 要回不回 可有可恶的态度 嘴上他就是可能还是会 时不时的撩你一下 说他很喜欢你啊 你是他的菜啊 或者是虚航温暖啊 但当你就是想进一步 跟他聊得比较深入 聊到一些内心的事情去的时候 他就开始所谓的拒绝对话 或是你想约他见面 多见他 或者陪他吃饭 或是寻求一些 探索对方的心意的时候呢 那他就开始闪躲消失 甚至顾左右而言他 就是不正面给你回应 就是你问他说 我们现在的关系 是不是要往哪边路子去了 或是我不知道你对我 是怎么样的心态 他就说没有啊 都是朋友啊 然后开始就讲那种 虚无缥缥的回应 他其实就是把你当备胎 一个人在暧昧过程之中 他无法很果决地告诉你 他到底对你的心态 是什么的话 他都给你那种很忠信 然后帮你当朋友 不想太快把关系 说之前的关系 给他很大的压力 就会讲这种屁话 那其实 哪怕他嘴巴上说 他就是把你当得 很重要的人啊 或是很在乎你的感受啊 但他实际上做的就是 他半天在回你一次讯息 或是一两天 就会消失于人间 那这样的人呢 就是请你趁早 清醒为妙 不要再浪费时间 在不值得的对象身上 而这第五点 不要纠结于那种 言行不一的对象 他如果喜欢你 他嘴巴上所喜欢 他的作为 也应该对等 让你感受到喜欢 而不是说 两者有明显的落差 好啦 那这就是今天 提供给大家五点 关于玩家软体 遇到忽冷忽乐的对象 你该如何判断 他是否对你有好感呢 那也谢谢网友 提供给我这个题目 希望可以给你们一些解答 然后你身边 如果正在玩家软体的朋友 有遇到相同的困扰 赶快丢给他听起来 那如果是厂商朋友的话呢 不管是片商 或是餐厅 想要开箱或是吃 都欢迎到咨询栏 我有信箱 或者可以到IG搜寻 其实你应该 然后咨询跟我联系 那如果是听众朋友 听完这集觉得 诶不错 蛮实用的 不妨 可以到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 也可以咨询给我 你的疑难杂症 如果不错的话 你也愿意的话 我可以把它做成一集 提供给大家来分享 好啦 最后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